不顾随时可能被攻击 甚至暗杀风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大拉拉走出总统府 来到医院探视前线作战受伤的士兵 有士兵兴奋拿出手机跟泽伦斯基自拍 为了表扬他们为国而战的精神 泽伦斯基当场颁发勋章 同一天泽伦斯基也再度向北约发出警告 俄罗斯官媒释出更多画面 越来越多战车开往激火 俄罗斯一边入侵一边和谈 乌俄确定最新一轮谈判将在当地时间14号举行 泽伦斯基更放话要和俄罗斯总统普钦面对面谈判 地点选在耶路撒冷 俄国也传出不反对 只是以色列总理还没拿定主意 是否要扛下居中调停的重责大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